你看你们一个香港人 一个桂里人 为什么想到要来珠海这里开两家店呢 有没有先说一下 工作的时期一直在想说 做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很多不同的部门也做过 然后就一直想说 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去做一点事情 然后直播了好几年 三五年都没找到自己的方向 跟一些一些project去做 然后所以后面老婆这边的朋友 就说也在开有这个糖水店在加盟 然后就那时候就说先去了解一下 然后看这个能不能怎么样 我们能不能用这个东西去做 那谈到这个项目之后 就就定下来找地方 放根位置了 才只定位在广东这边再去找一个落脚地这样子吧 然后就各个广东省 然后就想说在广东省大湾区 对大人的一些政策啊 跟推广啊 所以就想在广东落脚了 然后就慢慢再去筛选我们的地方 然后接着 我们两个的话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两个原来的话 是做户外交易行业的 然后两个人确实也是差不多应该加起来 加起来应该有十年 哇你们做那个行业十年 差不多就是从兼职啊 然后再加后面做拳子 这样全部加起来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是十年 应该是有十年 因为那时候老板花信息给我都做十年了 然后我都难以相信 老员工被挖走了 还两个 但是确实还是 就之前的行业还是很喜欢的 就是说后面因为是基于 所以可能家庭的一个考虑 因为后面我们现在是有两个孩子嘛 当时是一个孩子 并不是一个孩子 哈哈哈哈 去玩 我是医生的 对 然后就是可能也是 出于家庭的考虑嘛 因为就是说之前的工作要经常 是一个经常去出差啊 然后的话还有就是 哎 做一个行业你做的时间太长 然后反正就想说可能跳出来去 去看一下什么 自己还有没有一些经历 再去做一点别的 然后后面确实也向他说 因为我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做这个堂学这一半 嗯 那我后面也是整天看他发圈 就被他的美食所吸引 然后后面 哈哈哈哈 对 然后后面我就去跟他联系 呃 就台 那时候还怀的二胎 把怀的二胎去跟他联系 然后后面生完 生完之后就大概三四个月 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就从香港回来 然后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那时候是还需要隔离的 嗯 所以我们在深圳的酒店隔离了14天 那一段那一段的日子真的是 哈哈哈 回想起来都觉得记忆深刻 就是一个娃是 那我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我们分的那个酒店的话 他还比较大 所以孩子的话可以在那边跑 就大的那个可以跑来跑去 小的那个就只能在床上爬 因为太小了 嗯 对对 但是那一段经历的话 我觉得确实 就是疫情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不是比较记忆深刻的 嗯 然后我们可能又穿上了一个隔离的 哈哈哈 对 后面我们回来之后就是其实最早 其实其实最早我是想去桂林开的 因为我对我的概念是 还有我是没有很浓的那种糖 就是我不会说啊 我吃完饭我一定要去喝个糖水 对 没有 对 但是我觉得广东地区这边 就是他们有这种隐私习惯 嗯嗯 他们说啊吃完饭 哎呀我们去喝糖水啊那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可能说 可能在广东地区的话 应该是更好的 那后面因为我们是考虑到为什么来出海 嗯嗯 就是一个是因为这边的话 他跟香港也比较近 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回桂林也比较近 那这个又是一个很温暖的城市 嗯 呃 这边相对于深圳啊 来说的话 他可能结局没那么快 我觉得对我们初期创业的话 是比较友好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选择了来这里 所以你们是先选了行业 才选了城市这样吗 呃 应该是 应该是的 我还以为是你们先选了城市 才选了行业 没有没有 我们真的好像是选好了行业才选 就是因为最早其实最早其实想回桂林吗 因为 毕竟在那边朋友啊 然后自己的歌 这样的人脉什么全部都在那边 所以最影响是在那边 但是如果说 就大华金不延续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能就说 其实我们当时是有想法的 我们当时说啊首选桂林 然后不行的话 我们就 呃 看广东这边就是第二次珠海 因为这个我们也是有一点概念的 不是说啊 就因为广东地区有好地方 为什么你不去惠州啊 那也有海啊 什么的 那我们是 应该是基于地理的位置的一个考虑 看起来还是珠海的金主爸爸同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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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